记者从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获悉 辽宁省佣军优署规定3月5日起施行 规定明确 义务兵服现役期间 由批准其入伍地县政府 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及时足额发给其家庭优待金 现役军人 残疾军人 劣势遗署 因供牺牲军人遗署 病故军人遗署 优先购票乘坐火车 轮船 长途公共汽车 以及民航班机 使用优先通道窗口 随同出行的家属可以一同享受优先服务 现役军人 残疾军人 凭有效证件可免费乘坐室内公共汽车 轨道交通工具 参观游览博物馆 纪念馆 美术馆等 公共文化设施和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公园 展览馆 名胜古迹 景区 免收门票 规定明确 国家机关 社会团体 企业事业单位 其他社会组织应当依法接收安置退役军人 市县政府应当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对符合自主就业条件的退役士兵 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助金 比股状队